近日杨幂直播多次不配合工作 被网友吐槽耍大牌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杨幂做客某直播间 主持人要公布抽奖名单时 杨幂则表示要看一下截图 随后杨幂主动放话 这种截图你不用展示了 把脸直住再给大家看 或许是因为截图把杨幂的表情没有截好 所以不希望把照片给网友看 紧接着杨幂还发了一个白眼 以此来表示出她的不满 杨幂还提醒主持人 你直接读就行了 后来主持人要杨幂展示下你的商品 杨幂来了一句 你不要操控我的人生 我自己来好吗 等到猜题环节时 主持人让杨幂猜商品的颜色 杨幂猜错了 主持人说把漏相放一圈 杨幂则表示 这个真的不重要 不要再放了 对于主持人的话 杨幂很不耐烦 还吐槽主持人 画面曝光后 很多人吐槽杨幂太装 没有素质 紧接着杨幂并没有正面回应此事 而是转发了以前的动态 很显然 这是在成亲耍大牌一事 不少人吐槽 日新208万 自己耍大牌 他反而还委屈上了 妹子 你怎么看呢